大家好 我是雪兒 今天我想做一個在粉嶺才能吃的麵包店製作的雞腿包 暫時不是馬上抽身 最慘是限售只有12個 可能一早已經沒有了 進去都是白行就沒得吃了 所以我突然想自己弄一弄這個看成不成功的雞腿包 時間會比之前弄的髮包長一點 因為很多重工序 現在我先弄雞腿 剛才因為白雞腿只有這些 可能稍微大隻了一點 如果有雪藏的一袋 我買了這個才看到第二間胃腿有 就是CP 六十多元有一大袋 那些回來用雪 洗乾淨和抹乾都可以 但我現在有大做 照做 唯有醃製的地方要醃久一點 讓它入味 所以我說浪費時間 我買一大一大一小 那些真的不行 但沒有了 我只會找到這些 暫時 你看 它一大一小 有些是小一點 氣死你 但我買的時候只有三盒 一盒還是今天到期 所以沒辦法 就要吸乾水 這個一定要吸乾一點 因為如果不是你下味 它就不入味 那我現在先醃了一些東西 我先加一湯匙 這個就是老抽 好 剩下的生抽 那我先加一半湯匙 只是用顏色的 酒 約了 我加一個蓋子 多一點 然後再加一些麻油 少許 再加少許黑椒 然後再加勺 然後再加勺 因為它用筷子比較難拌 我要下手 最差勁我買不到小小的雞腿 這個大隻到這樣 可想而知 你想到那個包是幾大個 到時 超級大 很香 現在聞到那些 麻油味 很香 然後它也很奇怪 它是要60克的熱水 95度 即是不是完全100度 若膜 我又沒有特別量 即是準備比較熱 這樣就 混入這個高筋麵粉 50克那裡 我先放了50克 過一個篩50克 這個程序呢 就是原來做一個湯粽 我儘管試試 一量好這個之後 就要快速把熱水撞到麵粉 攪到它黏性 它是要快速攪到它變成黏性 那我就要放進冰箱 先蓋住它 因為它更熱 不可以摸到暖的 我現在要讓它冷 才可以做到 下一個步驟 它就說要放起碼要8個小時 但如果要這樣的話 我真的要明天才能做到 或者我不等太久了 我放在冰箱 待會如果雞腿OK的話 應該都夠冷 都可以拿出來用 在我等待雞腿葉和湯粽要冷 的時候 我就在量做麵團的份量 要沒有鹽牛油 12克 我現在就準備量麵團的份量 30克的水 然後順便量25克的牛奶 然後就是蛋液30克 等等 有點危機 25克 剛剛30克 剛才的湯粽已經冷 我就拿出來用 我沒有空 等它這麼久了 等8個小時 真的要分兩天 攪拌了 我先試一下 再加進去 它說下了這個湯粽 會令麵包軟熟一點 再加糖12克 我先倒進去 12克 然後加鹽1克 高筋麵粉 我先倒進去 這次加鹽1克 125克 然後2克 坑毛 我先倒進去 剛才那些麵粉 過篩了 1克 1克 2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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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了 這個時候 要熱烤焗爐 200度 順便 先塗油 這個我要掃蛋液 等下 又弄到油 不如我用紙巾 要用紙巾 雞腿我都醃了差不多9個字 我現在看看 亦都反過來 等下要熱烤焗爐 我先烤熟雞腿 在這個時候 因為它正在熱烤焗爐 我都要喝完這包 雖然我敏感 有少少 長期喝 如果看營養師的東西 又要喝 我不用幾個月 就爆了 我現在這個敏感 都不知道是不是戴口罩 我浪費了 就照喝 我現在 就 把雞腿放在焗盤上 不如 它真的很大隻 我都怕一會 包包它不住 希望成功 在它現在等入爐之際 我就做另一件事 就是剛才不是說 有麵粉那些 用來包著麵包的 現在我就要很努力 攪拌它 這個東西都可以的 它可以幫手按扁牛油 又可以幫我做 假裝到 麵包機攪拌的模式 因為剛才網上的食譜 125g的麵粉 攪拌 就有點黏 所以我盡量加多一點麵粉 令它成為一個 適當 沒有那麼黏的一個 波波 可以攪拌 然後現在 就要 放40分鐘 它 去 發酵 我先用保鮮紙蓋著它 在這個時候 沒什麼做 就放雞腿進去 焗 應該都夠入味 前前後後一小時 先把雞腿焗 20分鐘 在這個時候 我當然是打機 10分鐘左右 我進去看一看 這個東西 就幫我計算40分鐘 就是麵團發酵 現在兩邊一起滴滴聲 這個有滴滴聲 那個計時器有滴滴聲 這個我會盯著它 還有它有時間 焗到多少 我知道去了幾分鐘 這些我看到 好 因為這隻是非比尋常的雞腿 太具影了 所以我現在都要進來看一看它 剛剛移出來都OK 好樣 我現在再加點醬汁 或者加點油 因為剛才我不是加了很多油 所以 實質上 我再加一點油 應該是沒問題的 最初的時候 可能老抽比較多了 少少深色 不怕 我最怕它裡面不熟 因為這個東西很厚 所以我先檢查一下它 或者我反一反它再焗 再焗 焗到它五分鐘 好 這次應該可以了 我先拿它出來 差點髒髒了 我這個美麗美麗的手套 好 好 這樣呢 我先把它上碟 清理了這裡 好 我現在把它夾起來 照計應該都熟了 這隻最巨型 應該都熟了 好 我現在先清理了這個 因為待會要再 焗包 我要再做多一個乾淨的石紙 現在等它涼了 現在呢 我想到方法快點 令它可以冷凍 所以拿了它出來 看看外面吹風 剛剛 那個鐘就響了 40分鐘 我呢 就要拿麵團出來 那我拿出來之前呢 我就要 我的奶還沒喝完 拿開先 灑一點點粉在桌子上 太重手了 對 對了 好了 接著我就把麵團 刮下來 剛剛現在的麵團 就發酵了8個字 對了 40分鐘 其實我已經加了少許粉了 比起發酵鬆軟很多 我摸下去是很柔軟 比起紫黏肚更柔軟 現在呢 輕輕排一排氣 我一於分三份 因為呢 就回我的巨筆 我的巨筆太巨型了 搓完它先 哇 這個包很大 我一會這樣 不知道會不會 焗它不熟 但今天我真的買不到芝麻 要不然有芝麻面 會比較好 先捏一捏它 哇 超大的 好了 現在我出去檢查一下雞腿 究竟凍了沒有 因為如果它還沒凍 我就包不到下去 發酵完成之後 排氣 即是滾完排氣 接著要再吸回保鮮紙 現在已經吸了 以淨至15分鐘 才搓水滴影 現在蓋上去 等多一會 反正 那個雞腿味道還好熱 好了好了 這樣呢 我就過了15分鐘 這個又80多 真的少了 然後呢 就把它壓成水滴形 終於到了這個地步 先壓一壓開 重要時刻來了 就是要放些雞腿 不如我放一隻 算了 每隻都要去 我先嘗嘗 這樣就突條狂出來 等一會兒 等一會兒 糟了 前面是要留多一點 讓它凸出了 所以反而是橫邊要多一點 我希望我弄到 黏上去 它真的比較黏 這個東西 先加少許粉 我始終覺得它比較黏 很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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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繼續包起來 三隻 一會兒 先加少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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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放一個碟 我的位置比較小 所以只能放一個碟 放了熱水 蓋上去 要等它再發酵五十分鐘 天到光 不過它是大約 或者我只給它發大約半個小時 我出去吃生果 先加少許粉 好了 五十分鐘 可以了 我先看看它是甚麼樣子 我先拿它出來 糟了 它真的發大到 我的盤也不夠放 糟了 這次 這麼大個? 原來二次發酵是可以這麼大個的 如果一會兒黏住了 會不會不漂亮 這次糟了 但現在它真的很鬆軟 原來好像充滿氣泡 所以我不敢再撕開它 怕會弄到它 待會很困難 唯有照焗 焗完才撕開它 我現在就預熱焗爐180度 剛才我已經調到180度 先煮熱一點 剛才我已經除了吃多橙 加上剪片 剪片 剪片的時間是不夠用的 所以很快過了五十分鐘 我的盤這麼小 它都黏了 我有些擔心它 稍後會怎樣 最慘我那個小小的都發到這樣 和它黏連了 糟了 這次 所以真的小的雞腿仔都夠了 如果我的爐沒有位置 如果你有大焗爐當然不怕 可以放開一點 現在我很逼 逼到 不如照吃吧 現在這個程序還未行 我預熱的時候 先拍照 要塗蛋液 剛才蛋是未用完 可以塗蛋液 上完蛋漿之後 正常要放芝麻粒 但我買不到 算了 就當沒有芝麻粒的麵包 都可以 現在我感覺到它都很熱 我放進去吧 我已經由八點鐘做 做到現在差不多 十一點九 它最久是發酵 兩次發酵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 原來做麵包真的很多心機 我現在沒辦法了 照進去 就焗這個 十八分鐘 這個時候我繼續剪片 剪了一半而已 突然聞到麵包味 要進來檢查一下 雖然未夠時間 免得一會兒焦掉了 看看什麼景色 果然真的還未行 我真的有點害怕 不知道會成不成功 外面麵包店見到那些 焗得那麼漂亮 啡色 我怕我沒有那個顏色 因為剛才我看到外面就沒有這個顏色 不知道是否相差十分鐘後會不會相差那麼遠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糟糕 為何它這麼久都不出聲 好想我進來看看 夠了 顏色水夠了 好想它什麼 其實它零了 但最後一點 它再不停的 我就超過了 現在勉強 勉強 我先拿它出去 應該可以了 融為了一體和另一個包 真可憐 我這個麵包 幸好掃了第二次蛋液 樣子就像了 沒有芝麻 不要緊 自己吃 有芝麻可能比較漂亮 但現在三個這樣 我待會兒 撕可能也有點缺陷 正式是連體鷹 都要撕的 切是不行的 那一層我摸它 嘩 都有點脆面 不知道吃到什麼效果 其實是尾的 它經常攪拌很久才停 聞一下 暫時還未聞到什麼味 待會兒希望正常 我有點害怕 不知道怎樣 這兩隻雞腿 黏著 和連體鷹 我就不解開它 這個和這個黏著 中間那隻最大的 我都不解開它 即是待會兒吃外面右邊 或者比較容易 拆開它 像那些七星麵包 圍著七星半月的 焗完之後 自己逐個撕出來的包 不知道是提子包 還是甜餐包 我希望撕得開 上次麻薯波波做了兩次 再做烏冬 整包木薯粉已經沒有了 那個是在I love cake買的 11元一包 小包 這個在哪裏買呢 我在大生 大生那裏見到 8元而已 更大包 那OK 我買定 我遲些再來和它 研究過那個麻薯波波 怎樣做 還有呢 做烏冬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 因為可以自己調校那個煙韌度 又夠滑 和夠煙韌 不難做 即是比起做這個麵包 又要發酵這麼久 即是 算簡單 之前發包很簡單 真的攪勻 都不是做多少東西 都已經完成了 這個是超出一倍時間 即是那個 2個小時 這個是4個多小時 我想焗了這麼久 雞腿應該怎樣都熟透了吧 雖然這麼巨型 暫時我現在嘗試拿出去 試吃 啊 我終於可以試吃了 現在這盤東西還是很熱 還未拿得起 那我就 究竟是切開它好 還是撕開它好呢 切 開 它 現在我未切到落底 所以我試試 人手撕 手撕開 好像漂亮 外皮都脆 我剛才一切下去 已經覺得很脆 而裡面是軟的 現在這麼熱吃 我其實平時很少這麼熱 去吃一個麵包 不知道會不會很熱氣呢 糟了 我硬拔似乎會 因為它黏住了 牛油紙那裡沒有問題 它是黏住了石子 我要小心一點 因為如果我硬拔 它的骨頭 那支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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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掉了 哎呀 底部被我撕開了 真可憐 現在還很烈手 那我連風扇都關了 什麼呢 就是我剛才那些 切開它就變成爆了 你明白嗎 不然它應該是封住的 最壞是連體鷹 旁邊的方便好點 如果用零零隔壁就好一點 我自己吃那個噁心一點 沒所謂 剛才我用太大力去扯它 它下面的底部爆了 很可憐 它爆開了 要不然整支拿著 現在有點危 現在可能一拿起 整個鎚掉了 OK 現在很熱 那時候是要再攤一下 現在吃會喉嚨痛 攤一會兒 應該不會太快 令它完全不脆 攤一會兒 或者我試吃旁邊的麵包 麵包 我期待會快點咬到雞腿 嘻 被炸地拿到那邊 都可以叫做是拿著 現在靠頂頂頂 底部就不可以頂 不要啊 不要啊 等一下掉了就不要玩了 去不了粉靚吃的雞腿包 它的麵包偏向是鹹包 不是甜包 鹹包加個鹹雞腿 很香 好 放放在這裏 加進去 這個金魚尺 我只要吃個白包 和那兩個雞腿包 然後會影響了他的埋賣 既然雞腿都掉了出來 我先吃雞腿吧 好嗎 好滑 好入味 雞腿好滑 雞下腿應該好滑 這麼辛苦都值得 起碼成功吧 雖然是連體英 今天我的雞腿包試吃又來到這裡 都算成功了 好了 就這樣 拜拜 我只說真的夠膽死撕了出來 現在形狀變成這樣 真是不好意思 零零 這兩個是送給你吃的 看這邊好些 那不用要你一個人跟三個吧 零零 這個是陪了你很久的電視機 明天就會來新電視機 多看兩眼吧 嗯 是嗎 是嗎 Bunny 哇 你的毛 先弄一弄它 這個就是你看開電視機了 天天都看著它 明天就會被人撕走了 有沒有捨不得 有沒有捨不得啊 是嗎 那 那就為了跟新電視做朋友 是嗎 對 是嗎 快看 的 對 看 的 很厲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